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最聚焦,我是王瑞亚 从旺中并购案到一传媒一主争议 新闻最聚焦持续关心台湾媒体环境中的中国因素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从一国两制的香港作为对照 带您看到红色势力如何透过媒体复制香港模式 一步一步的侵蚀台湾的言论环境 不过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看到 台湾最高民意机构立法院在国际人权日的隔一天 罕见地拿出态度,不分朝野党派 无异议通过关注及救援中国良心犯的提案 从11月份立委执询卫生署长 台湾民众不能当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邦凶起 到11月份卫生署预算主决议当中 再度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一路延烧到12月份 国会无意义通过关注及救援中国良心犯的临时提案 提案中指出,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 突破人士被迫自焚 维权人士遭打压 台湾最高民意电堂一颇颇指向 中共最核心的人权问题 而台湾政府也将面临立法院要求 关注中国人权的更大声浪 因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因信念而遭中国政府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及看守所之民主运动家、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及突破人士等良心犯应予以关注 请问委员会有无意义通过 选在世界人权日隔天 律师立委游美女在立法院议场宣读临时提案 要求台湾政府对遭中共关押的4033位良心犯给予关注立法助援 朝野无意义通过 振奋人心的消息 游美女在广播节目上向中国人民宣布 我也很高兴进来能够无意义通过 人权的议题要摆在前面 而且必须要把它放到一间打里面去 两岸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是很难去做谈判的 那只有在两岸的这个制度呢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再去更进一步的去谈 提案通过后 接下来立院将更有信心 研议难民法等庇护机制 关心中国人权 才能在两岸互动中保护台湾人 这是游美女坚持的主张 提案幕后推手之一 也是4033名单的提供者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事前极力向朝野立委沟通说明 让理事长杨献宏感到欣慰的是 中共向来威胁利诱 逼台湾执政党对法轮功人权晋升 但这次大家都不买单 专专业做人权的人 特别做中国这一块 不关心法轮功你就出局了 你就不要做了 这一年下来 我认为有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 对法轮功的遭遇 他们非常非常震撼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在有关过去 好像常去中国而被说 你不要关心法轮功的这件事情 我认为中共你也破局了 没错 你就是没有用了嘛 你这一套谎言 这一套污蔑人的话 4033位狱中受害名单 法轮功学员就占最大宗 1800多位 另外还有图博人士 维权人士 被关押的作家与新闻工作者 全都有名有姓 4033确实无法囊括 遭中共迫害的广大群体 但提案写下了 民主国家不会出现的良心翻译词 让中国人权恶况 真实留在台湾立法院的议事记录中 这个名单本身就是打了中共一巴掌 你就是非法关押 等于国会就是承认了 你是非法关押了这些人 关押了你不应该关押的人 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叫做无意义通过 其实对于我们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人 我觉得那个就是多年以来 台湾深化民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 那几分钟的时间事实上是累积了几十年的历史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有感而发 十三年来 中共灭绝性镇压法轮功 台湾立法院在2012世界人权日前后 做出最密集的跨党派抵制 我们台湾人不当共犯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 白纸黑子站在那边 活摘器官 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 十月份 立委执巡卫生署长提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一个多月后 未还委员会通过卫生署预算主决议 内文再度揭露中共活摘暴行 并要求台湾做术后移植登陆 十一月二十三日 立法院成立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 关注议题包括中共活摘器官恶行 十二月十一日 救援中国良心犯的提案 说明部分引用联合国人权报告 指出法轮功学员 占中国酷刑案例的三分之二 以及中国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恶行 2012年末 台湾立法院最密集的关注中国人权行动 法轮功活摘器官成关键词 此刻台湾民间要把这股乌生 推进两岸官方谈判 国际看到台湾最高民意殿堂的人权意志后 接下来检验民主政府的落实决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